屏東小琉球有民宿業者指控說 一組顧客30多人住完了民宿之後呢 不但是拍拍屁股走人 還疑似在房間裡頭開毒趴放鞭炮 導致了電視機毀損 但警方到場了解發現這個顧客 早就繳完了住宿費 疑似是民宿的老闆娘沒有跟兒子溝通 才會發生這一起誤會 走進房間內真的快暈倒 因為不止垃圾啤酒罐散落一地 另外竟然還有鞭炮紙盒 只乎太誇張往外走 陽台同樣留下餐具 這事發在小琉球30號當天 總共11人入住這家民宿 沒想到隔天一早 老闆的媽媽卻經見房間遭到破壞 懷疑住客在房內疑似開毒趴放鞭炮 毀損電視 甚至沒付錢排排屁股就走人 趕緊報案處理 但盤查後才發現誤會大了 顧客表示總共一萬多元的房費 早在退房前就詢問民宿老闆 匯款資訊 只是業者遲遲沒回應 加上民宿老闆和母親似乎沒溝通好 才會造成誤解 了解衛戶款 向員工後 住客當場將住宿費用 繳清給業者 雙方平息糾紛 初步調查 顧客表示 鞭炮是在外面放完才帶回來丟 目前也沒有明顯使用違禁品跡象 只是房間被弄得髒亂 難免無奈 往後業者顧客恐怕還是得好好講清楚 避免雙方都誤會鬧得不愉快 記得出社會評伴報導